心灵回收站 江念刚毕业出来两年 事业还在上升期 所以工资并没有很高 但江和结婚 作为姐姐她还是很高兴 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她想尽可能给予她最好的 男朋友吴昌宏见她放了一打厚厚的钱 随口问了句 你给你弟打了多少钱呢 两万是不是太多了 江念抬起头 不多呀 我弟这些年一直在帮我 我现在出来工作了 她结婚我理应要多打一些 只是我自己能力有限 江念家庭条件不太好 江妈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了 靠江爸一人拉着他们长大 在江念考上大学那年 江爸在工地上出事 伤到了一条腿 伤好后却不能再坐立弃活 收入住减 是江和放弃读书的机会 供江念读出大学 所以江念一直觉得亏欠江和 在她毕业出来后 每月都会在一个账户存八百块钱 这个账户的钱就是为江和存的 如果她有需要就会拿出来 江念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每月八百元对于她来说 没什么压力 却又能帮助江和 这笔钱她打算存到她结婚 只是跟吴洪昌在一起 被她知道后 她不太同意 觉得没地要 江念没放在心上 并没有中断这笔钱 一直存着 现在江和结婚 再凑一点 刚好可以给她打两万块钱的礼金 在江念看来 江和是她弟弟 又帮助过她 他们是一家人 理应互相帮助 更何况 这礼金也该给 只是她没想到 吴昌洪会那么直白地反对 江念觉得她没有反对的理由 两人还没有结婚 她自己挣的钱 她有决定权 就算结婚了 对于娘家 她也有义务帮助 所以吴洪昌这么说 江念是不太乐意的 因为这已经不是 她第一次这么说 吴洪昌丝毫没觉得有问题 我们今年也打算结婚了 你也知道 我们俩工资都不算很高 你这一下就花出去两万 要存多久才可以存到 我弟弟结婚就这一次 这钱我肯定要给的 那也没必要给那么多 给个几百块钱 一丝一丝就行了 亏她说的出口 江念觉得自己有必要说清楚 她是我弟弟 她结婚我就想给两万 而且这两万块钱 是我一早就存的 就是打算给她的 现在刚好 更何况我弟还帮了我那么多 我不认为不能给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 江念奇怪的看了她一眼 这关我们什么事 我弟弟结婚 难道连红包都不能打吗 当然可以 但你打少一点 打那么多没地要 留着这钱 以后我们买房 江念觉得跟她说不通 不想搭理她 同时心里也有了微妙的感觉 她和吴洪昌也不过恋爱一年多 她就想管起她的钱 以后结婚呢 是不是每花一分钱 都要经过她的同意 江念觉得不能依着吴洪昌 这个头不能开 便没有听她的 最后还是给了江河 两万块钱礼金 吴洪昌得知江念没有听她的 气得不行 那两天一直没有找江念 故意冷着她 江念也不在乎 既然她不联系她 她也正好趁着这个时候 好好想想两人以后的发展 坦白来讲 吴洪昌不算太差 但也并不是特别好 对她还算不错 刚恋爱的时候 她一直把买房挂在嘴边 她说她的愿望 就是和喜欢的人 一起努力买套房子结婚 好好过日子 那时候江念非常高兴 觉得自己能被相爱的人 规划到以后的生活中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所以她也愿意去努力 可经过这件事 她有些犹豫了 觉得吴洪昌有些过犹不及了 但没想到这只是个开始 吴洪昌更过犹不及的事 还在后面 将霸因为年纪大了 这些年又操心劳碌 身体积累下不少毛病 终于在一次她劳作的时候爆发了 她晕倒在了家里 好在被江河及时发现 送去了医院 层层检查下来 定情还没什么好转 钱倒是花了不少 江念去医院看江霸 护士拿着前几日的账单过来 她顺便看了一眼 住院短短七天 已经花了将近一万块钱 等江霸出院后 她打算找江河 说医药费的事情 还没等她去说呢 吴洪昌就急吼吼地问她 你爸住院花了多少钱 除开能报销的 大概一万多点 这个钱是你递出吧 江念愣住了 不知道她又想干嘛 我爸救我和我弟两个孩子 他生定 作为女儿 我理应承担一部分费用 吴洪昌急了 你还没完了是吧 前不久你弟结婚你 刚给出去两万块钱 现在你爸生定你又要掏钱 这钱让你弟涛得了 江念也恼火了 为什么让我弟涛 我也是我爸的女儿 我理应承担一部分 我说你是不是傻 你总归是要嫁出去的 我们现在还没结婚 以后需要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你老把钱花在你家人身上怎么行 江念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歪理 简直被弃笑 难不成你觉得我以后迟早要嫁进你家 所以我的钱就是你家的钱 我的家人没资格花 那也不是这么说 我只是希望你心里有谱一点 江念炸了 我怎么没有谱了 自己父亲生病却不拿钱 这才是没谱的表现 吴洪昌见江念发飙 情绪也上来了 吼他 你喊什么 我说的不对了 像你这个样子 还没结婚就一个劲的想把钱掏给你家人 以后结婚了 不得连我的钱一起掏 你这样子跟伏地魔有什么区别 江念看着吴洪昌 不敢相信他会说出这种话 这些年 网络上铺天盖地很多声音 在讨伐伏地魔 因为江念自己就有弟弟 所以他非常注重这方面 对于他来说 弟弟是他的家人 以后结婚了 丈夫也是他的家人 他肯定会在顾好自己小家后 再考虑娘家 所以才在出来工作后 特意存一笔钱 一方面是为了感谢江和对他的付出 一方面是不希望以后再娘家 和夫家这边因为钱的事情闹翻 所以做了准备 只是没想到 在他还没结婚的时候 居然会被人指责是伏地魔 这个人还不是别人 是他的男朋友 江念没觉得自己有做错 江和供他读大学出来 他结婚 于情于礼 作为姐姐都应该打理金 而且两万块钱对于他来说 定不算特别多 是这两年特意存的 所以拿出来 定没有很大压力 至于江爸 作为女儿 他有义务分担一部分 他的医药费 不能因为是女儿 要嫁出去 就不管不顾 纵使以后结婚了 他还是江爸的女儿 该他承担的义务 还是要承担 反而是吴洪昌 他们俩还没有结婚 吴洪昌的手就伸那么长 想管起他的钱 不想让他花一分钱 在江爸和江和身上 这个思想 从一开始就有问题 现在两人还没结婚呢 以后结婚了 岂不是更管得过分 江念觉得自己 过不了那种日子 他不会因为结婚了 就不要自己的娘家人 综合考虑下 他跟吴洪昌 他刚提出了分手 两人道不同 不相为谋 如果在谈恋爱的时候 另一半就开始 插足你的花销 算计你的金钱 那么这样的男人 最好趁机远离 否则一旦踏进去 就是无休止的算计 好了今天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